来自日本的建筑师陈沪奇合作 在新竹市文化局的国际演艺厅 与民众分享他的建筑规划经验 陈沪奇合作曾经在日本的建筑大师 伊东风雄底下工作 而他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建筑师 这次来到新竹市 希望用他独特的美学经验 为新竹市城市的改造 提供专业的看法 今天来到这边的路上 我有看到在公园里的市集 还有很多人聚在那边 会很想要加入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新竹市 是非常有一些可能性的一个城市 那希望透过学校的建筑开始思考 让不只是小朋友或是老师们或是家长 希望对社区也是有用 或是很有帮助的一个环境营造 所以希望从这边开始 新竹发起的学校建筑 变成台湾的标准 变成世界的标准 新竹市政府推动新校园运动 目标要从改造校园的建筑出发 希望让新竹市的城市建筑更加具有美感 而除了新竹市长林志坚日前到日本参访以外 这次直接邀请日本建筑市到新竹市 要与民众近距离接触 分享对建筑的想象力 市政府大概计划要投入超过28亿 要来打造两所新的学校还有四个幼儿园 然后还有九个学校有一些建筑物要重新renew 那我们希望既然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我们希望能够把他事情做好 所以我们推出了新校园的运动 那新校园运动主要的目标就是 我们要这个以学生为主体 然后用参与式的设计 然后来打造一个孩子的知识游乐地这样 那为了把这件事做好 所以我们要跟国外这种建筑大师来取经 所以我们邀请日本的建筑大师来这边 跟我们的老师校长一起做工作营学习这样 结束在新竹市文化局的座谈 陈呼奇教授也将到新竹市大同108号 与民众做更多的接触 而他本人也希望借着走访新竹市 观察更深入的城市脉动 凯博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